光速流关羽也太强了吧 出四件一速装就可以做到全程无限加速 只出一把暗影战斧就能一刀让对面血量见底 又肉输出又高又能无限加速打出无限控制 团战别人只能看到你的影子 你说这么秀的关羽大家要不要学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Y 这个打法是我昨天在2100多分巅峰赛里遇到的 当时看到对面关羽出了个金色打野刀 我以为是稳赢 结果人家一刀一个无限加速全程控不到他 完全就是一打五 既然打不过我们就加入 先来分析一下这种打法的好处 金刀提供10%的移速 用了沉积之后还会有大幅度移速加成 爆裂之甲加5%的移速 金卫荣耀提供10%的移速 使用二技能可以加速30% 面朝敌方英雄还会再加20%的移速 这就意味着你关羽不开大招也能有大招的效果 光是这样说大家看不出效果 下面我们进入游戏看一下到底有多强 开局打法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金刀出门帮中路抢二 注意金刀是不吃队友资源的 然后这边二级来中路支援 远距离满能量一技能送张良回家 像白旗 敏月 亚瑟这些英雄出金刀 前期肯定是以发育为主 我们关羽也是一样的 在你升级打野刀 出了鞋子和爆裂指甲之后 才会迎来强势期 所以前期的打法就是倾线 反野和支援 这边来反猴子的蓝 王将军二技能控住 我们大招尽草 瞬间逞击 一技能转一下 普攻送他回家 黄舟入场 后撤步蓄满能量顶一下 一技能转一下 走两步蓄满能量 绕后顶出塔 开二技能加速 再顶一下 送他回家 这一波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能量调加的非常快 基本就是黄舟A一下 我们能量调就回满一次 这还是一速装 没做完的情况 等一下装备出完 让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无限控制 中路对面四个人压塔 张良手里还有大招 不用慌 绕后争取一次性 把伤害给打满 这边大招进场 跑掉项羽和满血的黄舟 此时张良开大已经晚了 等控制结束 二技能一开光速跑路 这一波我的输出装 只有一个允星 就能打出这样的伤害 开局我说了 这种打法输出装 只需要做一个 暗影战斧就够了 因为我们出金刀 发育速度会非常快 中期等级和装备 完全可以压制对手 而且关于满能量状态下的 技能基础伤害本身就高 这边中路爆发团战 张良交大 我们可以入场了 满能量二技能击飞项羽 黄舟位置 跌能量顶下张良 走两步满能量 一技能直接抬走 最后吃口药光速跑路 有朋友肯定会说 急跑步枪嘛 当然带急跑是关羽的主流玩法 我们这个套路 相当于把急跑的CD 缩短三分之一 金色逞机的短暂加速 搭配加移速装备 完全可以当成急跑来用 金色逞机的CD只有30秒 而急跑需要90秒 游戏进行到第13分钟 我们就已经六神装了 这边准备升级打野刀 小地图发现 王昭君蹲到吕布 结果没空到 直接被集火 等打起二技能 打出猴子护盾 我们大招再入场 猴子二技能跳走 我们二技能加速 一技能送他回家 紧接着看见张良 焦大控5班 我们满能量光速支援 普攻顶一下 一技能给一刀 之后逞机加移速 一技能直接秒掉 还有一个残血的吕布 想跑 大家对比一下移速 就说我快不快吧 满能量一刀打残 后撤步等技能CD 一技能完成收割 这边推到对面高地 下马平A猴子入场 后撤步 开大加速 一技能打掉半血 逞机加速 普攻连顶 直接秒掉 大家看这个项羽 完全跟不上我们的速度 控制全焦空 猴子这局拿了15个头 伤害很高 我们让他一贯都打不到我们 大招入场控一下 后撤步骗空大招 只要他想用强化普攻 我们就顶他 打断他的普攻 最后一技能强化普攻 祝他幸福 这边把兵给补了 准备跑路 哎呦 这什么东西 吓我一跳 黄中一发闪现 把我给整笑了 气急败坏的表现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发现 什么英雄能追上我 然后中路 教大家怎么骗张良大招 吕步反手跳大 张良肯定在后面 漏尸也一瞬间 二技能跳走 击飞猴子 张良大招也失效了 之后再入场收割 曹操绕后留住黄中 我们大招入场 帮助他拿到助攻 紧接着一刀打残张良 趁机加速 抵一下送他回家 大家注意我的能量条 开大之后 一秒能叠满两次 不开大正常走路 三秒就能叠满 然后没大的情况下 用二技能加速 面朝对手 也能打出开了大招的效果 问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英雄可以克制关羽 听说点赞的朋友 今天打排位赛会 十点深哦 我的名言是 隐匿阴眼亦变 装备顺序 出门一级金色打野刀 之后做抵抗之宣 然后升级二级金色打野刀 接下来做爆裂之甲 提升坦度 再出学识宝石加移速 之后补上允星 提升输出 紧接着出霸者重装 提升续航能力 然后学识宝石 升级为敬畏荣耀 允星和晨晨暗影战斧 最后升级打野刀 如果对面法师输出很高 敬畏荣耀换成永夜守护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